提高总体难民限制并为美国维吾尔人提供保护 两党议员在一封信中写道 在中国政府的手中 维吾尔人面临强迫性控制人口 强迫劳动 任意居留 酷刑 身体和性虐待 大规模监视 家庭分离 以及压制文化和宗教表达的风险 信中并要求两位部门领导 应考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教训 因为美国决策者未能尽其所能来协助难民 以及面临迫害国家压迫和集中营的难民 周一的信中同时指出 中国政府遭指控虐待维吾尔人 对维吾尔人妇女实施强迫绝育和强迫堕胎 并破坏维吾尔人文化 包括拆除清真寺和强迫谴责伊斯兰教 此外信中还说 中国政府没收了大多数维吾尔人的护照 这使他们很难离开中国 并补充说 北京还使用广泛的监视技术来追踪在中国的维吾尔人 也骚扰与恐吓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人 由于约有360万名签证申请者等待进入美国 特定签证的等待时间为5至18年 并且鉴于维吾尔人正遭受国家的持续迫害 国会议员敦促蓬佩奥和沃尔夫 考虑加快对申请的审议 适用于家庭、教育和就业类签证的人 他们说 我们还请您考虑积极使用优先移民身份 以优先处理维吾尔人的难民转介工作 同时鼓励努力提高总统对难民接纳的决心 根据P1优先移民 美国外交官可以识别有需要的人 并直接将其推荐给美国难民管理当局 而无需联合国的转介 国会议员说 这样的推荐将使位于东南亚、中亚和东南亚